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今年4月传出轰动欧洲的连环杀人案 外籍女郎和女同机连被残忍杀害 当地法院星期一裁定凶手梅塔克萨斯谋杀7人的罪名成立 判处7项终身监禁 今年4月塞浦路斯传出骇人听闻的连环杀人案 外籍女子被凶手残忍杀害 死者当中还有两名女童 受害者被弃势在湖里震惊全国 凶手居然是35岁的军官梅塔克萨斯 他在法庭承认杀害4名菲律宾女子 包括一对母女 还有一名罗马尼亚妇女和他的8岁女儿 第7名受害者是尼泊尔女子 梅塔克萨斯从2016年到2017年期间 在交友网站锁定外籍妇女 把对方约出来后再残忍杀害 法官星期裁定 12项杀人罪以及弃失罪名全部成立 判处7项终身监禁 其中2项刑罚同时进行 另外5项刑罚则分期进行 法官表示犯人毫不犹豫到夺取他人性命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缓刑的余地 塞浦路斯原本是个与世无争的小国 连环谋杀案让全国人心惶惶 导致警察总长因舆论压力被开除 司法部长也因为没有做好失踪人口监督而引就辞职 马兴舍新闻台综合报道